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咱们探讨一下起步的焦点系列赛 胡人队阵绝紧到底能打成几比几 很多球连一直看好都是丹佛绝紧 毕竟未免冠军的身份其强大有目共睹 上个赛季旧赛又是曾经4比0横扫胡人队出局 那么今年仰看了丹佛绝紧实力依旧强劲 胡人队靠什么能够战胜绝紧 似乎说找不到太合理的理由 但是不得不讲 今年随着看完了几场副驾赛之后 我内心当中对于这组织联赛的看法 开始发生一定的动脑变化了 为什么呢 其意就是今年勇士队已经提前出局了 勇士出局的情况之下 要知道NBA联赛注定是一个商业联赛 赚钱可能说才是这个联赛真正要达到的终极目的 考虑到一大流量球队已经提前被拿下了 不得不说洛杉矶湖人 如果说战事首轮就被淘汰出局的话 这个对于联赛全球的收视率 以及NBA比赛未来 版图的扩张我认为都有不当的妨碍 所以这就是一个背景的大环境 在这种大环境的加持者下 胡人队就完全能够逆风而行 怎么个逆风呢 看到了 现在联赛当中确实对于放轨的吹法 在大量减少争取让比赛进行的更加流畅 但是胡人队考虑到现在联赛当中 两大流量球队当中唯一的赌秒 不得不说 记忆这一场比赛 胡人队别看守这客场挑战单分接近 但是我认为记忆 尼古拉约齐 他有可能很早就身被犯规麻烦 整场下来 胡人队的罚球制数有可能领先单分接近 差不多12个以上 两支球队真实的实力炒击 我认为在一场比赛得分这块也就差个七八分左右 如果罚球领先这么多 而且胡人队罚球只要不是特别老挂的话 我相信胡人队就能凭借战略方面的主动 以及这场比赛吹法方面的有力能够攻下绝锦队一个客场 如此一来 整个系列赛形势就变了 因为拿下第一个客场之后 第二场比赛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而且即便打成一比一平 回归胡人队组场 胡人队的魔鬼组场就会变得更加可怕 因此就会变成绝锦队的练狱场 届时整体系列赛的形式 就会愈发向着胡人队有力的一面去使劲 所以我感觉胡人队一开始那会儿 就会给绝锦队撬这么一个档头一巴 这是取胜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就在于单分接近 他在如今脸上越来越强调身体对抗的环境之下 而且胡人队因为他拥有裁判吹防范围的有力条件 给的对抗级别应该有可能比其他球队用处的对抗级别更大 如此一来 单分绝锦面临的伤病风险就会大量增加 你要了解 联赛当中往往不会说一支球队永远都受到运气的青睐的 去年绝锦队他几乎在行进过程当中 你知道他面临的情况对于绝锦来讲多理想了 队内四大明星阿隆格登、加马尔木雷、约吉奇、迈克伯特 全打满了季后赛的20场比赛 这种情况相当罕见 队内排前四号的球队居然说季后赛一场都没写 各自都是全虚全影 从始至终打到最后 这种健康优势很难说再现 比如当年曼眉热火 第一年冲的挺猛 哥尔萨也都挺健康 但是到了2011-12下季 克里斯波斯就在期间扫打了整整九场 这就是说 未免冠军 往往你成雅在剑 你需要抗衡住自己球队出现的意外伤情 但是考虑到胡人队在第一轮系列赛中拥有的环境方面的有势 胡人队能打出的更加主动的侵略性 我认为当时接近抗衡不了 他扛不住球队突然之间断去一臂 排名前四的这四个 任何一个如果说因为伤情出现一点意外 就经历了战斗性减员的话 接近这就拿不下胡人了 而这种概率出现的可能性到底对我多大呢 你参考以往的面霉热火 你参考2015赛季刚刚夺冠之后的金正宏 2016年斯蒂恩库里甚至救赛期间扫倒了整整六场 你就知道这种事往往不能说是必然 但你参考历史的话 以死为见可以知性替 而毫无疑问现在西部的性替 丹佛接近就很难更进一步 很难往上跑 考虑到迈克尔伯特现在在场外 他两个弟弟各自惹下了麻烦 一个赌球 另外一个是酒驾闯风等造成了一死一伤 这种严重后果 我估计这种心理阴影也会营绕不去 迈克尔伯特借此的身手状态有可能也是相当低迷 因为场外的事实在太闹闲了 阿龙哥等本赛季原本就冒出了一些伤病的隐患 他借此也有可能出问题 尤其关键就是加密尔木雷 单说绝景这支球队不能没有加密尔木雷 如同不能闻有约旗一样 少了其中一个这支球队都不具备正观的实力 考虑到结合历史之前曼蜜热火以及金正宏勇士 这个前车只见 所以我认为绝景很有可能会遭遇伤病 而一旦遭遇伤病的话 抗衡胡人难上加难 这就是为什么我判断这种谢勒赛 胡人队最终能够取胜 记忆胡人队必然能够脑下 整组谢勒赛的形势会在打到第二场第三场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绝景队面临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斗性解缘 因为有伤在神 你没法让他勉强出战 就此基督赛形势向着胡人队一边彻底扭转 抢气大战 即便是客场挑战弹风接近 最终胡人队也能凭借全员更加齐整的身体健康方面的优势 战胜担风接近 当然我给这个预测 这当中会有很多偶然性的动静 最关键的我认为 就是记忆到底胡人能不能赢 胡人如果能赢的话 抢气胜利 我认为没啥太大问题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